大家好 今天分享的文章是 听过这么多道理 为什么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作者 索罗 人们安于现状 听天由命 这种生活状态 无论是在城市 亦或是在乡村 都弥漫着深深的绝望 即使锦衣华服 用射皮或者貂皮来武装自己 这也只是于绝望中寻求一丝安慰而已 很多人都热衷于游戏或者娱乐 这也是一种发泄 不是放松 真正的智者 是不会沉溺于绝望之中的 对于人生的真谛 生存的意义 生命的本质 人们的选择总是趋于一致的 那些看似是经过了慎重而明智的考虑 做出的选择 其实仅仅是因为在内心中别无他选 因为固有的观念蒙蔽了我们智慧的大脑 只要保持冷静而健康的思维 你就会知道 每天的太阳都会提供新鲜的光芒 旧日的偏见 时刻都能够被摒弃和纠正 无论多么古老的思想或者行为 在没有被有效验证之前都不足以服人 昨天还是世人公认的真理 明天也许就是需要被抛弃的谬论 别人告诉你不可能的事情 你要亲身试过才决定相不相信 前人的结论随着时光的洗涤也会有新的变化 古人在历经了漫长的黑暗之后才明白 只要保持燃料 燃烧就可以维持 而金人却可以让燃烧煮沸的内锅热水 带你像飞鸟一样在天空翱翔 年龄和经验不足以给人带来优势 即使是生活的智者 他能够从生活中获得多少真正宝贵的东西 依然值得人们怀疑 事实上 老年人未必能够给予后辈 真正有价值的人生感悟 因为他们的经历也仅仅是个人的 更遑论这其中更多的是惨痛的教训 至少我在这世间三十多载 还未曾从长辈那里得到真正有价值的忠告 生活需要自己去感悟 前路漫漫 我还未曾涉足 先辈们虽然已经走过 但那只是他们的人生之路 对我来说没有丝毫帮助 我相信 我在未来生命中体验到的价值 一定不会被我的前辈们提前预知 一个农夫一边耕耘一边跟我说 只吃素菜是不行的 因为素菜提供不了所有离骨骼成长所需的营养 他一直在追寻必须的营养 但他忘记了 就在他对此高谈阔论的时候 前面的耕牛正在用他那健壮的骨骼 拖动梨头向前 而那耕牛在离地之前所吃的就是一些青草 同样的一些事物 对于有些人来说是生命之必须 而对有些人来说只是奢侈的享受 但一定也有一些人对此一无所知 有些人认为 我们的仙人早已踏遍世界高山聚合 看透人生悲欢离合 所以对于人事之事 早已有了最完美的解决方案 就像伊弗林所说的 智慧的所罗门早已明示树木间最适当的距离 罗马政府也对人们可以进入邻居的庭院 食货巷子的频率 以及邻居可以获得的份额 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西伯克拉底制定的关于减纸夹的方式 不宜太长也不宜太短 必须与纸间平齐 这些陈词烂调真让人生厌 但被很多人视为生命的真谛 事实上 一个人的潜能是无穷的 是无法衡量的 任何精力都只是万千可能中的一种 我们不能够用过去的成立来衡量未知的领域 无论你正处在何种艰难困苦 不要烦恼我的孩子 谁能评判你未曾触及的事情呢 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来体验别样的人生 太阳在基于我的豆子成长的能量的同时 也会照耀太阳系内跟我们一样的星球 仅此一点就能够纠正我们多少谬误 然而正在除草的我 却没能意识到这一点 夜空的繁星闪耀着光芒 苍茫的宇宙中有万物在生长 生命就如同这宇宙一样变幻无常 谁也不能够预测他人的未来 我们本应该在一定的时光里 经历所有的时代 是的 甚至经历所有时代中的所有世界 历史 诗歌 神话 我不能想象任何一个人的经历 可以比这些更宽广 很多我周围的人认可的事情 我却不以为然 如果一定要去发现 值得我悔恨的事情 那就是 我过于寻规蹈矩 谨小甚微 究竟是什么样的魔力 禁锢了我的思维呢 年遇古稀的老人 你已经满身荣耀 你大可以去说那些智慧的话语 后人对于前人的梦想和事业 像船只一样 任他们搁浅 我们要尽可能地相信 在我们日常生活之外 还存在着很多的可能 我们需要 抛弃以自己为中心的思维方式 将关怀 给予更多的人 世人永无休止的焦虑和紧张 将我们当前的事情 也毫不退缩 或许 我们会这样说 除此之外 又能如何 但是 每一种思维的迸发 都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启 如果人们将自己大脑中想象的情形 理解为现实存在的话 那么 他就会以此为基础 来假设自己的生活 但生活之海 人们永远 望不到边 好 刚才我们分享的文章是 听过这么多道理 为什么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作者 Solo 感谢收看